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三天 24岁的姆巴佩已经回到俱乐部报道 但关于她离队的传闻仍然不绝于耳 新美美日体育报称 姆巴佩可能会在归队之后宣布离队 而大巴黎愿意以1.5亿欧元的价格把她放走 而一美米兰体育报则报道称 黄马方面为明年夏天引进姆巴佩准备了11欧元 其中6.3亿欧元为姆巴佩未来四年的工资 1.5亿欧元为姆巴佩的转会费 剩余的2.2亿欧元则是奖金和用金 曼联民宿鲁尼说 大巴黎已经不适合姆巴佩 她认为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更 适合她她应该去曼联 或者说她可以去曼联或者黄马 而黄马民宿古地则说 如果姆巴佩想达到梅西·C罗的成就 那她必须来黄马 因为她在大巴黎实现不了 事实上 姆巴佩在去年夏天已经跟黄马走得很近 黄马甚至为当时只剩一年合同的她 开出了一份1.8亿欧元的报价 但仍然被大巴黎拒绝 而在今年1月份 也有消息传出 她已经跟黄马达成了 清夏自由深加盟的协议 但最终她违约了 转头跟大巴黎签下了一份史上最大合同 三年总值6.3亿欧元 原本黄马感觉被姆巴佩耍了 一气之下计划不会再引进她 但现在他们还是不舍得这位超级巨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